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位是地盘如性命的军阀 为什么会抛下他经营了38年的地盘 仓皇而逃呢 这还要从60年前的太原战役说起 1948年夏季 解放战争进入第三个年头 国民党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西山 在我军的打击下节节败归 尤其是晋中仪 徐向前兵团以6万人的兵力 歼免延西山军10万余人 山西战场上 国共双方的力量对比 由此发生了巨大逆转 延西山手中只剩下了太原 大同 两座孤城 为夺取太原 彻底消灭延西山集团 奉中共中央命令 徐向前统一指挥 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 华北军区炮兵第一旅 西北野战军第七纵队等部 共18个旅 11.5万余人 呈进中战役胜利之势 兵临太原城下 不过当时恐怕谁也不会想到 解放太原 会成为全国解放战争期间 城市攻坚战中 历史最长 参战人员最多 战斗最激烈 伤亡最惨重的一场战役 太原是延西山的老巢 位于尽中盆地的北部 西林坟河三面环山 那里地势险要 历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在太原2500多年的历史中 仅大型战士就达50余次 由于太原一手难攻 历史上很少有军队能够在正面交锋中攻破这座城市 严西山为了维持其在山西的统治 早在军阀混战期间 就根据太原的地形 构筑了很多永久性城防攻势 特别是在抗日战争结束后 严西山从近西回到太原的头等大势 就是召集他的手下研究太原的防御方案 制定了百里圈计划 这个严西山啊 他以太原城为中心啊 在方圆一百里的这个范围之内呢 密密码码的修筑了5000多的碉堡 如果站在那个汉山顶上 看过去啊 那么整个太原周围 可以说每一个山岗 每一块药地 都被这个项目啊 焚包一样的碉堡呢 给覆盖了 那么这些碉堡里面呢 有粮食 有水 还有各种生活的设施 可以说是永被攻势了 那么碉堡和碉堡之间呢 它下面还有地下的坑道 这么连着啊 既能够独立作战 又可以相互支援 再加上这个啊 碉站好 铁丝网 城墙 还有这个环城铁路 环城铁路上呢 还有那个装甲列车 在这个日夜不停的 这么啊 周而复始的转 所以啊 太原 可以说是当时全国防御公式最坚固 防御体系最完整的一座城市 太原被阎西山变成了一座名副其实的碉堡城 一个到太原采访的美国记者曾描述到 任何人到了太原 都会为数不清的碉堡而吃惊 高的 低的 长的 圆的 三角形的 甚至藏在地下的 构成了不可思议的严密活往 即使这样 阎西山还不满足 他说 地球转动一天 攻势就要加强一天 我们的攻势要随着地球的转动不断加强 要把每个阵地都修成能经得起一万发炮弹轰炸的永久性攻势 从这些防御攻势我们也可以看出 阎西山和其他军阀的不同之处 他绝对不是那种畜生草莽 满口出化的草包军阀 应该说 阎西山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很复杂 也很有特点的一个人物 他是1883年生人 老家是山西五台县河边村 从16岁起 他就跟着他的父亲 在他们自己家的开的钱铺里 学习做生意 拿现在的话来说 主要是从事金融业务 那么这段时间不长 但是对于阎西山 我们评价他的金融细算 唯利是图 投机专营 这种性格的形成 应该说起到了一个很大的作用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 有一家报纸 曾经画过一幅漫画 阎西山 整个身穿 团花的马褂 头戴着花皮小帽 一只手 举着算盘 另一手 拿着一张伟人状 结果阎西山看了这个漫画以后 不但没有生气 他反而觉得很得意 在风云变换的中国政坛上 阎西山将诡谴 狡诈 反复无常之术 发挥的淋漓尽致 他连逢又气逢 拥讲又反讲 抗日又连日 连共又反共 因此蒋介石既称他态度光明 一致坚定 却又揶揄他是鬼而不正的禁闻公 冯玉祥夸他是革命元勋 又骂他背信弃义 不是个好东西 日本人捧他有雄才大略 是中国的伟人 又说他老金巨华 是个难以揣度的人物 客观的讲 阎西山对民国的建立 对山西的经济发展 做出过一定的贡献 但是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开始 他的反共本质已经暴露无遗 在抗日战争进入艰苦阶段时 他不顾民族利益 与日本侵略者签订投降协定 虽然没有实施 但是却带来了很严重的后果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 他为了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 更是成为打内战的急先锋 给山西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进中战已结束的第二天 为了让阎西山继续牵制解放军 蒋介石贸易由济南飞抵太阳 难得慷慨的许诺 要通过通运大量援助太阳 蒋介石还接见了山西高级军政要员 把太阳捧为反共模范堡垒 号召所有国民党军事将领 向阎西山学习 在此之前 胡宗南的整编地三十时 也被空运到了太阳 阎西山守卫太阳总兵力 达到十余万人 而这其中还有一支 见不得光的特殊部队 2006年的时候 日本拍摄了一部电影 名字叫做《一支兵队》 讲的是日本战败以后 有一支两千多人的日军 没有被解除武装 而是编入了阎西山的部队 卷入了国共内战主 这个电影实际上并不是日本的编剧血 而是确有歧视 因为日本投降以后 阎西山他希望利用投降的日军 来巩固他的统治 来对抗共产党 而那些日军 这希望利用阎西山的庇护 留在中国 等待有机会 还想卷途重来 所以就出现了这么一支激情的部队 这支部队也成了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 犯下战争罪行的双辽战犯 但是阎西山也知道 一旦国人知道他还换样了这么一支部队 那就引起反响就会不得了 所以他一直也不干公开 这样这支部队就成了一支见不得光的幽灵部队 那么现在太原城未在旦夕了 阎西山也只好把他拿出来 面对我军的重重包围 阎西山愁愁满志 认为凭借他的那些碉堡 加上近千门的大炮 还有十几万的士兵 足可以保住他的老巢 作为一个老军法 阎西山明白 他的政治生命是与山西紧密相连的 离开山西 他就成了无根之草 所以不到最后关头 他还要拼命的赌生一把 为了显示建筑太原的决心 阎西山也搞了好多闹剧 他这么从他老家五台山 运了木材 做了一个棺材 而且还学着希特勒的样子 配了五百瓶的类型毒药 说是准备和他的部下 到时候自杀成人 更荒唐的 他还从留下的日军的部队里面 挑了一个所谓的 武士道竞争最强的士兵 干什么 就是要在最危急的时候 把他打死 阎西山还稍微解释的说 说这个任务非日本武士不能完成 我就是要笑话庞德 要台关死战 要台的棺材区和解放军决死一战 就在阎西山加紧设防太原 演出一幕一幕滑稽剧的同时 作为我军太原前线总指挥的徐向前 并没有决定立即攻打太原 由于一年多的连续行军作战 部队十分疲劳 特别是由于尽中战役 我军已少胜多 所有部队全部投入战斗 部队伤亡很大 严重检缘 第129团的三个连 每个连只剩下六名战士 临分旅第67团的连级军官 只剩下三个人 部队急需修整补充 徐向前向中央军委提出了 缓攻太原的建议 建议在对太原形成包围之后 部队进行一个时期的修整 主要做好补充兵员 整顿总支 调整装备 准备弹药的工作 之后再加行攻坚战术的技术训练 从而切实做好 不打太原的各项准备工作 如何取胜 如何以最小的代价夺取太原 彻底歼灭阎西山 在山西的势力 这是徐向前日夜思虑的问题 但是实际上 这已经是徐向前第三次来到太原了 而他和阎西山更是老相识 徐向前是十大元帅中唯一的北方人 其家就在山西的舞台界 所居住的村子与阎西山的老家隔阂前往 在年纪上徐向前比阎西山小18岁 191919年 阎西山在太原创办了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学校 徐向前经过考试成为了这个学校招收的第一批学生 说起来他还算是阎西山的学生 徐向前外表温温而养 甚至有些腼腆目的 阎西山当时怎么也不曾料的 在下面听着迅画的一个不太起眼又安分守己的学生 日后居然成为了叙诈风云 威震四方的人帅 实际上不但阎西山看不上 蒋介石也看走了 蒋介石当黄埔军校校长的时候 他和每一个学生都要做例行的面谈 单独谈话 那么他和徐向前谈话的时候 这个回答的就一问一答 非常的极限 蒋介石问你叫什么名字 徐向前回答说我叫徐向前 那时候他叫徐向前 再问你是哪里人呢 徐向前说山西人 在家干过什么呢 说当过教员 没有一句废话 徐向前就本身就是 不是那种夸夸其谈的人 也不是那种恶意奉承的人 所以整个谈话的气氛呢 非常尴尬 那么在蒋介石的眼里呢 像这样的学生啊 估计以后不会有什么出息 所以呢 这个谈话很短 挥挥手就让徐向前出去了 实际上不但是蒋介石 1937年美国有个进步记者 海伦福斯特 他采访过徐向前 他描述啊 说这是一位身体啊 轻瘦 皮肤苍白 嗓音微颤 似乎容易激动的 知识分子类型的人 他无论如何也不能把这个 这个眼前的徐向前呢 和以前自己想象中的气宇轩昂 熊啾啾的武夫 这么联系在一起 实际上徐向前的指挥风格 与其外表恰成鲜明对比 在长期的艰苦战斗中 他锻炼出非凡的勇气和丰富的战斗经验 后来当过国家主席的领先念会议说 向前具有惊人的军事打率 从不知恐惧为何物 越是大仗硬仗恶仗来临 他越是生龙活虎精神百倍 抗战期间 徐向前受毛泽东委派和周恩来 第二次来到太原 利用同乡的关系 做阎西山的统战工作 阎西山半开玩笑的对周恩来说 周公来山西也真会选人才啊 把我们五台同乡 又是我的学生徐向前带来和我谈判了 你这次来山西除了商谈合作 共同抗日 再没有别的用意吧 可不要带着徐向前来挖我的墙角啊 阎西山对徐向前奉若上宾 又是宴请 又是陪同参观 还说要是有时间 可以陪徐向前这位老乡去五台县走一走 但是阎西山却怎么也没有想到 不到十年 他的这位小同乡居然成为自己在山西统治的终结者 经过近两个月的休整准备 太原结尾上保中央军委 决定于10月18日发起太原战役 确定了以攻击 围困 瓦解相结合 逐步削弱敌人 然后一举攻下太原的作战 指导方针 争取在三个月内完成解放太原的任务 正当我军积极准备围攻太原的时候 1948年9月24日 济南被攻克的消息传到了太原 国民党上下深感震惊 许多禁军军官都说 岂难守不住 太原就更没指望 但是阎西山这个时候呢 倒还算比较镇定 为什么呢 因为阎西山一直是比较自负的 他认为呢 他自己是中国第一流的军事家 国民党在其他战场的失败 那是因为那些将领不行 他也阎西山行 他经常和他的这个首相将领的一起研究战法 还专门呢 派个参谱在边上 用凯书 把他所谓的这个创新战法呢 记在一个本子上 需要的时候就拿出来翻 那么这个时候呢 阎西山感到形势危急了 又想起了一个战法 叫做以攻戴手 怎么个以攻戴手呢 就是说还不等你攻呢 他就先把部队派到城外去 抢羊抓定 破坏我军的战前准备 1948年10月1日 阎西山以七个师分三路 沿风河以东 同吐路以西 向南进反 他没想到这一步棋 郑重的徐向前下 徐向前当即立断 决心抓住太原守军脱离防御阵地的有力战机 提前发起太原战 先是在野战中 歼灭阎西山的永生力 10月5日火星 我第七纵队主力宗族分合 第15纵队由太古鱼寺向西出击 与第七纵队逞东西夹击之势 切断敌人退 与此同时 第八第十三纵队 以神速动作分别包围的小殿南黑瑶地区这地 经一日激战 与六日沉歼灭敌大户 至16日 太原城南外围作战初战告急 我军攻击敌军一万两千余人 突破了城南第一道防线 占领了城南和城北的机场 切断了敌人获取外园的主要空中通道 严西山偷击不成 反食了把米 徐向前随即决定 趁敌人主力被吸引在南面的时机 快速转移兵力 趁机夺取东山的四大要塞 东山是太原城东的天然屏障 东西长60公里 南北宽30公里 牛驼寨 小摇头 闹马 山头 是严西山在太原东山修建的四大要塞 这四个要塞 各个点既能独立作战 又能相互支援 形成了北起牛驼寨 南至山头长达八公里的防线 严西山吹嘘说 城东四要塞 是赛中赛 是赛中赛 保中保 足底精兵十万 屏向前 中文字幕志愿 that quand 去 又能输出 中文字幕志愿 这三串 徐向前 熟悉太原城的历史 1664年李自成打太原和1937年日军打太原 他们的打法都是一致的 就先攻占东山的主峰 然后再采取平推的战法 逐步攻向太原城 但是徐向建认为 这次攻城要根据我们自己的兵力和装备技术水平 不能走前面人攻城的老路 徐向建提出 从南河北两个方向来插入东山的四大要塞 先把东山的主峰给他切断 徐向建说 沿西山有个比喻 叫做太原形势像人样 东山好比太原头 首是南北飞机场 两脚身在风河溪 太原城内是五脏 沿西山还挺能形容的 那么我们只要一攻下 四大要塞的一线阵地 就相当于切断了 沿西山的咽喉 使得沿西山是身手奋力 攻取四大要塞的战斗首先在牛陀寨打响 10月17日 西北野战军第七纵队主力在地下党员的带领下 从秘密小道深入敌人防御圈内 对牛陀寨发力突袭 沿西山深知失去牛陀寨阵地的意义 随即以一千五百人以上的兵力 两天之内对我牛陀寨连续进行十余次攻击 但军被击退 21日 沿西山又以三十军一部 和以日本人为骨干的华北总队 共三个团兵力反扑中流 在此情况下 国军在遇进攻之敌重大杀伤之后 放弃了牛陀寨 在牛陀寨弃守的同时 其他几个纵队在进攻中也都进展不大 徐向前将各个纵队重新组织 决定采取同时向四大要塞发起攻击的方式 以使四大要塞之敌各自穷于应付 无力互相支援而成为孤军 这样有利于我军各个歼灭 10月26年 四大要塞同时燃起战火 在这个长不到八公里的阵地上 双方动用火炮八百余门战斗异常的激励 小摇头由第八宗队负责攻去 敌军集中强大炮火猛烈攻击 经过反复争夺阵地几度一手 八宗最终于三十日夺取了小摇头 闹马由第十五宗队负责攻去 10月27日经过反复突击 十五宗刑用一天时间就夺取了闹马主战地 山头由第十三宗队负责攻去 从十月26日到十一月一日 十三宗三十八旅先后发起三次强攻 均为攻克 七日 三十八旅其中三个团的兵力 必四次全力攻击 只夺得部分阵地 而且很快就得而复失 总攻再次失败 十日 十三宗以三十七旅接替三十八旅 成功实施突袭 终于在四日夺取山头阵地 牛陀寨的争夺战 依旧异常艰苦惨烈 双方激战相持了十多天 随着闹马 小摇头 山头等要塞相继陷入 牛陀寨已是一座孤岛 此时牛陀寨的核心阵地妙雕 仍然未被封客 妙雕是我军进攻中最难啃下的一块骨头 妙雕是石块和钢筋水泥勾足而起来的 墙壁的厚度居然超过了一米 几乎可以说是十星的了 那么炮弹打上去只能留下一个白饼 很坚固 妙雕的周围还有几个小雕宝 相互之间也有通脑互相连着的 外面勾壑纵横 这个点非常的难把 我军的第一次进攻妙雕 伤亡就有七百多 一直进攻到第十七天 七宗呢 先后九次爆破五次攻击 用了一千多公斤炸药 这才把妙雕呢 炸开了一条大雀 把雕内的手军给震昏了 这样呢 才啃下这块鱼 七宗为夺取牛陀寨 悟出了巨大牺牲 有的赢最后只剩下了五十多名战士 解放后烈士陵园和解放太原纪念馆 先后在这里落成 高大的解放太原纪念碑 外形就是一把竖起的钥匙 一把打开太原城的钥匙 经过了十九个昼夜的反复震夺 到了十一月十三号呢 我们全部共战了这个东山的四大要塞 这个东东山四大要塞的这个争夺战 他的激烈程度残酷程度 在整个解放战争中也是少有的 各个主要阵地上平均每平方米都要落下几把炮弹 有的甚至十几把炮弹 可以说是交错三十 我军呢 付出了伤亡一万六千五百多人的代价 战前呢 准备了一万三千口棺材 竟然不够用 在攻占四大要塞的同时 我进中军区部队也先后攻占城北青龙镇 城南许潭 以及分合西岸的南北燕等距离 进一步缩解了对太原城的包围圈 此时 辽审战役刚刚结束 国民党军华北交走总司令傅作义 已成惊弓之鸟 毛泽东考虑攻下他人之后 傅作义没有退步 会从唐姑逃跑 所以让徐向前平打他人 给傅作义留一线希望 牵制傅作义 傅作义出身近随军 他是阎西山的老部下 所以傅作义起义 在山西引起了非常大的震动 延西山一面大骂傅作义 没有人格不要脸 一面却在寻思着 怎么才能有脸面的逃跑 平津战役结束后 华北野战军第十九第二十兵团和第四野战军 华北军区各一个炮兵师 奉中央军委命令开服太原前线 会同第十八兵团等部总攻太原 使太原前线人民解放区的总兵力增至三十二百余人 与守军相比占据了绝对优势 兵临城下 阎西山终日魂不守舍坐卧不宁 他苦思多日 终于定下了金蝉脱鞘之计 阎西山电视老部下贾景德徐永昌 为他向代总统李宗仁求情 让李宗仁给他发一封电文 好让他有脱逃的借口 三月二十八日 李宗仁还真的给阎西山来了一份电报 说是反国大事 带主公前来商举 敬请迅速命驾 阎西山接到李宗仁的电报 起初忘乱 当即疲劳 有飞机急去 五个大众 第二天 阎西山召开要员会议 先让秘书念了李宗仁的电报 然后表态说 这次到南京大概会多住几天 三天五天 十天八天 未必能回来 最低限度要等北平和谈的结果 不过你们放心 太原一旦吃紧 我一定在二十四小时之内赶回来 当天下午 阎西山逃离太原 飞往南京 四月二十日凌晨 火军经过充分准备后 按预定计划 向太原守敌发起索攻 数十支攻击部队 先后突破敌前沿 长驱直入 快速向纵深发展 至二十二日晚 全部扫清城墙以外的守敌 四月二十四日凌晨五十三十分 在南京解放五个小时后 解放军发起对太原的最后攻击 火军一千三百门大炮同时开火 在我三个兵团 绝对优势兵力的突击下 太原守敌 土崩瓦解 仅四个半小时 即全部战斗结束 孙楚 王靖国 戴炳南等严军将领先后背后 而山西省政府代理主席梁化之 严西山的五妹严慧清 以及一些罪大恶极的分子 按照严西山不做俘虏 尸体不与共党相见的指示 相继自杀身亡 太原解放后 大同国民党守军一万余人 见大势已去 于四月二十九号接受和平改变 至此结束了严西山 对山西人民长达三十八年的统治 山西全境获得解放 严西山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 为了捞取一点政治资本 他以反共名将的姿态出现 编造了以梁化之为首的太原五百万人的谎言 到处吹嘘 那么正式的情况怎么样 有研究人员对所谓的太原五百万人的名单 进行了详细的调查 一查吓一跳 这个名单的有些人呢 确实 确有其人 但 绝大多数呢 并不是成破的时候 自杀死的 有的是在战场上被打死的 有的是病死的 还有的是被严西山他的军人机关处死的 那么还有一些人呢 还活着 还有一些人呢 是严西山自己杜断出来的 根本就查不到这样的人 所谓的五百万人里面 能够确认是自杀的 只有46个人 十分之一都不到 太原的解放给严西山带来了很大刺激 严西山对新生的共和国极端仇视 直到1959年 他还嚣张的说 诸位别看严西山已老太 真个一旦反攻好想 我还是要请求率领建儿们 再打几个胜仗给国人看看 我有信心 生从太原来 我这把老骨头 仍将活着回太原去 1960年5月22日 严西山在台湾去世 终年78岁 当年严西山在山西省立国民师范 开设武术课 教授各路拳术 太极拳就是其中的一种 这后来成为徐向前元帅 一直沿用的健身方法 徐帅战争期间伤患甚多 打跑严西山 也是躺在担架上指挥的战斗 但是他一直坚持打太极拳60多年 成为他长寿的秘诀之一 1990年9月 徐帅于北京逝世 享年88岁 因为真爱和平 我们回首战争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百战经典 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